各位果皮工作室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潘若,向大家道个歉,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因为准备驾照旅人考试,所以耽搁了,不好意思。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欧洲中世纪简史的第二集,这部分我将给大家介绍基督教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首先我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基督教是怎么产生的,并且它早期是怎么传播的,我们知道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但这个其中有一段非常艰难的过程,还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 好,我现在开始说一说基督教的产生。我们知道基督教它不是从天而降,因为它是有它的产生基础和它的背景的。 基督教是在当今的中东地区,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产生的,因为它之前前生在公元前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当地居住的不是巴勒斯坦人,而是犹太部落。 这个犹太部落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但是它现在最流行的是按照《圣经》旧约中的犹太人的起源来说, 是和上帝耶和华作为契约的十二个部落,我们称为以色列人,这个就是旧约的来历。 但是问题是,很多考古证据中没有,我们不能把《圣经》的故事作为历史学,我们如果能把它作为真正发生的, 那么当地的这个象形文字,现音文字系统已经非常成熟了,西伯来尔文也有,我们要找到这个当地的这个古代的历史记载, 确实圣经中有的故事是有的,有的故事是没有的,我们要加以区分。 那所以呢,这个犹太人,他在他的这个上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他产生了一个犹太教。 这个犹太教在当时的所有宗教中是比较特殊的,他特殊在哪里呢? 他特殊在他是一神教,因为当时的人类早期的各个宗教都是多神教。 我举个例子,像那个古典希腊,希腊社会,当时的希腊地区, 他这个崇拜的信仰的这个希腊神话,希腊的众神,奥林匹斯众神, 主神是宙斯,宙斯还有兄弟,两个兄弟,海神普塞洞, 敏神哈迪斯,他还有女儿,智慧女神雅典娜,雅典城的守护者, 他是一个多神系统,包括罗马他后来吸取了希腊神话, 他的那个也是这个多神系统,其实希腊神话的拉丁语版了,就是本来变了。 但是这个犹太人他是一神,他相信世界上唯一的神, 唯一的造物主创世神,就是上帝耶和华,和他们有这个契约。 所以犹太人从上古时期就相信这个神会带于他们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就是救世主。 这个就是犹太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信仰体系,他一直遗传到今天。 所有遵循这个信仰体系的人被称为犹太人,所以犹太他不是一个民族,不是以这个血液、肤色、DNA作为标签的这个民族。 犹太是以他这个信仰,耶和华这个最早的契约系统的那个部落,或者说是他这个信仰的人,手信的路教的人,成为犹太人。 犹太人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们要看看犹太人的历史了。犹太人的历史分为五个阶段。 我首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犹太人的祖先,这个人在这个圣经旧约上是有的,就是这个公元前二十世纪左右的亚伯拉罕, 是他创立了一神教,据说创立了一神教,但他这个创立的一神教实际上是受埃及的一神教的影响的,就是阿森神的这个太人神宗伴,是跟埃及是有影响的。 但他又处于这个古代两大文明的中间,你看注意这个西伯来地区,他处于埃及和这个西边,他的东边就是这个两河, 两大古典文明,古代的这个最强大的文明,不是古典文明,古代文明中间,所以他吸取了这个东西两河方向的神学系,他创造了这个一神教。 所以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后人有十二个部落,全部都信仰,耶和华会给他们带来救世主,给他们带来这个救赎,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过得很苦,为什么过得很苦呢?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不强大, 他们一直在这个地区强权之间,被楼宁来楼宁去,我们知道在这个古代这个中东地区两河地区出现很多强权,首先它的东边这个埃及,埃及在古代一直是一个强大的政权,强大的中央集权。 我们知道古埃及破解这个圣疏地之后,我们的埃及历史很长,公元前三十五世纪,美尼斯一世就统一了埃及的古王国了。 它一直到公元三世纪,到这个亚历山大远征之后,在埃及成立了托尔密王朝,那是埃及的最后一个王朝,最后就被罗亚帝国吞并了,总共有三十一个王朝,它先先后后大概有三千两百多年,有三十一个王朝,所以它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政权。 它夹在中间,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东边呢,东边是什么呢?东边就是最早的两头文明,先是苏美尔文明地区,苏美尔文明地区,然后后来是阿哈德帝国,再后来是古、中、新、巴比伦帝国。 在中、白比伦帝国之后又出现一个亚述帝国,亚述帝国我们很多朋友知道,它是历史上第一个法西斯军事立国的这样一个强权国家,它的军事力量非常厉害。 那么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他只在这个公元前十世纪,就公元前一千年,整整这个一千年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个著名的部罗首领,这个部罗首领叫大卫,后来就是大卫王,他首先统一了以色列地区,他把巴勒斯坦、以色列全部统一了,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以色列国家,另一个国家就叫以色列王国。可惜这个大卫王的儿子呢还是很厉害的。 这个大卫王的儿子叫索罗门王,所以这个人很有名,在这个审划系统中,索罗门,相当聪明,类智的,可惜这个以色列人的好运只持续了两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夹在地区强权之间,按照埃及的规模和两核的生产人力,都要比他们这个以色列地区的军事力量强大很多倍啊。 所以当索罗门王离开之后,这个以色列王国迅速地分裂,分裂成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后来就慢慢地变成了连立国都不可人了,他只能依附于地区的强权。 所以他的历史是非常悲惨,我把它大致地跟大家说一下,五段,我这个讲的有点多了,因为我们讲基督教,但基督教一定要讲犹太教。 这个五段是这样分的,第一个是犹太教形成之前的古代以色列,我知道我刚刚跟大家提过了,古代以色列是建立于公元前十世纪,整整一千年,公元前一千年,以色列的最著名的君主大卫王在那一世纪。 那么在此之前,以色列人去哪里了呢?我们知道犹太人去埃及了,据说去埃及是当时的考古证据当时有的,因为这个两河地区啊,中东它这个地区是干旱,就是以色列今天这个地方也是干旱的,我们知道。所以它经常就是出现这个粮食危机,吃不饱,吃不饱怎么办啊?逃到哪里去啊?逃到埃及去,埃及封一足死,是不是? 所以犹太人不止一次去埃及,他去埃及去了好多次。所以最著名的一次去埃及呢,就是公元前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一七二零年 那个是不是什么人我不知道啊,这个圣经上讲的是这个亚伯拉尔的后代,是这个圣经旧约上有这个故事,到了这个埃及,效忠埃及的法老。 又过了四百年,到了公元前十三世纪,著名的摩西,率领以色列人,率领犹太人,出埃及记,这个故事圣经上有的。 旧约中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出埃及记。当时,埃及统治埃及的是埃及历史上最著名的二世拉美西斯大帝。 那我们知道,纳米西斯是新王朝的泰僻子,他是埃及这个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法老,他在位长达六十多年。你想想看,如果摩西这个人真正的率领他的部落出埃及记,当时的埃及的十倍上人没有这段文资。 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也是虚构的。摩西出埃及记,应该是一系列的犹太人返回他们的家乡,返回迦南,返回西岸,返回以色列的故事。 不是摩西这样一个典型的故事。这是我的理解。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摩西真的是和纳米西斯有交集,按照当时埃及的文字记载,纳米西斯大帝当时的国力是非常强盛的。 这么大的一个故事,他不可能没有记载。所以,这个故事应该是一个神话故事,是一个圣经上的故事。 在现代的考古上没有找到一个证据,没有找到一个摩西出埃及记的证据。 所以,它是属于圣经故事的系统。这是第一段内容,就是到古代以色列。 古代以色列到哪一年呢?到了公元前6世纪,586年,埃及,不是埃及,说错了,就是它的东边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就是巴比特帝国。 新巴比特帝国。它的大帝叫黎布甲尼萨一世,这个人也很有名,黎布甲尼萨。 它的军事力量非常的强大,结果就把以色列全部打败,犹太人打得落花流水。 这个事情发生在公元前586年,一把火把他们宗教的圣殿给烧了。 当时剩下来的犹太人都是殉国,很多人都在这个神庙里面一起殉国。 这个故事都有,大家可以去找。 这个被新巴比特帝国灭了之后,这些剩下来的数十万犹太人就被全部带到了巴比特帝国的首都,就是今天的巴格达。 然后用一个大大的城墙把他们围起来,这就是著名的巴比伦之囚。 这个巴比伦之囚。可惜的是,这个新巴比伦王朝呢,它持续的时间不长,只持续了几十年。 它很快就被后来的另外一个中东地区的强大的帝国给征服了。 这个帝国就是居鲁士一世,居鲁士大帝创造的波斯帝国。这个故事我们后面还听到很多了,波斯帝国跟古典希腊之间长达数百年的战争。 这个很有名,很多精彩的故事。今天不展开了。后来居鲁士一世就把犹太人给放了。居鲁士是相当有雄才大略的一个伟大的君主。 往往帝国的开国君主都是相当有雄才大略的。他就同意你们可以信仰你们的宗教,而且我要放你们回去。 你们想怎么信仰你们的宗教就信仰了。所以居鲁士就把犹太人放回去。 你们信仰这些宗教,没事,在我的帝国里面,你什么都可以信仰。 所以犹太人归属了波斯帝国,他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这是第一个阶段。 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 这个就是犹太教的一个开始。犹太教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 犹太教的所有的形式、主要祭奠的手段都来自于这次被巴比伦征服、巴比伦之囚。很多精彩的故事。 他后来的很多的典故都出在这里。就犹太教,形成一个独特的宗教,形成一个独特的宗教体系,就出自于这次巴比伦之囚。 那我们再看看他的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就是公元后七十年。这个时候就是在公元前后,在以色列地区又出现了一个亡国,出现了一个独立政权。 这个独立政权首先是罗马帝国扶持的,罗马人扶持的一个傀儡政权,叫犀利王国。 犀利王国其实是一个希腊化王国,因为当时已经是被亚里山大远征之后的故事了。 它是希腊化社会了。所以这个犀利王国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抓耶稣、杀耶稣这个故事都是发生在犀利王国的时候。 都是在这个时候的故事。所以公元后七十年,第二圣殿被摧毁之后, 就形成了拉比犹太教。这是犹太教第三个阶段。 那么犹太教第四个阶段,就是拉比犹太教公元一世纪之后,从犹太教分出了基督教。 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讲的,我这个背景讲的有点长。 因为我现在做节目都是一周做一次,所以我讲的应该是比较长的,大家耐心的听着。 那么到了这个拉比犹太教从公元312年。 312年为什么要从312年开始呢?公元312年是军司坦丁大帝,他颁布里兰色令,将基督教立为国教。 那么这个基督教是犹太教分出来的,他列为国教。那么犹太教是不是国教呢?犹太教不是国教。你属于什么?属于异教。 在罗马帝国里面,既然基督教是国教,那么异教是要受到什么?受到打压的。 所以犹太教在基督教立为国教之后,他一直到18世纪,公元后18世纪,这个长达大概1500年的时间,犹太教就成为一个比较神秘的地下公表。 所以很多欧洲的民族和国家都歧视犹太人,他看不起犹太人。什么原因?有这里面的原因。 他是被作为异教徒出现,拉比犹太教的时期。 好了,这是第四个阶段。第五个阶段就是多元犹太教时期。 这是从美国革命之后,一直到1948年,以色列第三次立国。 以色列先后两次立国,我跟前面说过了。 第一次立国是犹太人著名的君主大魏王,公元十世纪,公元一千年,成立了古代的以色列王国。 可是只有两代。第二次立国是公元前三、四十年,西纳人在此成立了西纳西绿王国。 这是罗马人扶持的,因为当时西纳、罗马社会是一体的。 第三次立国就是犹太人立国,就是1948年的以色列。 就是现代以色列,重新立国。这是犹太教的故事。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五段全抛掉。我们只留一段。 就今天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是公元前后的犹太教分出了基督教。 那这个是怎么分出来的?这个让神学家去讲。我不是讲这个神学家的。 反正就是按照犹太教的传统,他是这样讲的。 就是犹太教有一个说法,就是需要一个弥赛亚。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呢? 是救世主来拯救世人,让他们到达天堂。 当然这个救世主在基督教里就是谁啊? 那就是耶稣基督啊! 但犹太教是不承认的。犹太教认为你这个不是耶稣基督。 犹太教认为是耶和华本身的本体。 他不承认这个圣子的,在犹太教里面。 但问题是后来的一散教,公元七世纪成立的一散教。 他也认为这个旧约啊,他讲的是对的,需要这个弥赛亚。 但是他有很多这个先知,很多先知。 除了这个耶稣基督之外,他还有后来的穆罕默德。 那就是这个伊斯兰教的陌生,他才是最后的弥赛亚。 所以耶稣只是弥赛亚之一,不重要的弥赛亚。 而最后最重要的弥赛亚是谁呢? 是这个穆罕默德的先知。 这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约缘。 那我们后来又讲到基督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 他又分成了东正教和新教。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今天是讲完了。 那我们主要今天把话题拉回来。 就是这个基督教是怎么在罗马帝国传播和发展的。 基督教在早期的传播过程中受到罗马帝国的残酷阵压。 我们知道有一个著名的传教士叫保罗, 我们现在主内兄弟都称他为圣保罗。 他不是医书的门徒,他不是杀门徒之一。 他是门徒的朋友,他应该认识圣彼得,认识圣约翰。 那么圣保罗他是去世之后,耶稣殉道之后最主要的传教士。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的关于这个书。 在旧缘里面也有,叫以弗所书,科林斯书,罗马书。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以弗所就是希腊化地区啊,以弗所就是小鸭西亚啊。 科林斯就是伯罗奔利一萨半岛,就是古典希腊啊。 科林斯不是雅典的城邦吗? 然后罗马书就是罗马城。 什么意思?就是圣保罗到这些地方去传教所写的记录。 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时在耶稣去世的最后的启示年,保罗把基督教传到了希腊化地区。 最后他来到罗马。他跟谁到罗马?据说是跟圣彼得。 圣彼得最后在罗马被罗马皇帝李璐给烧死了。这个故事大家都有。 今天的梵蒂冈有一个圣彼得大教堂,他是教宗的公弟。 圣彼得指的就是彼得。彼得是耶稣的大门徒,就是他的首席弟子。 他最后死的时候说,你不要把我正的定死之下,你不要到的定。 正的定是他这个老师耶稣定的。 所以天主教追认圣彼得为首人教。其他的新教可能不是这个说法。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传教。传教过程是非常凶险的。 为什么当时罗马帝国是不承认你这个宗教是有合法性的? 而且他是提倡有救世主精神的。 让那些受难的群众对罗马帝国的残酷统治产生的动摇。 就像今天共匪疯狂镇压这个地下教会、家庭教会一样。 他怎么可能让一个地区强权,让一个帝国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宗教呢? 出现这样一个能够笼络人心的宗教。 我们可以看到从基督教的产生,从他的这个出发点来看, 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向善的东西。 他是一个非常希望人间变得更美好的东西。 这是跟他这个犹太教几千年的传统,还有耶稣基督本人的一个,不管他是不是神运,我不能这样说。 因为我本身是基督徒也好,道友也好。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他本身所具有的价值的东西,吸引着这些民众去信仰他。 所以在三百年左右的传教时间,基督教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这个当时是一个仅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地区,就是伯利恒地区,它的出生地很小范围的这样一个小偶的荣耀。 最后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大帝国的国教。 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但是其中要感谢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公元前三世纪的君斯坦丁大帝。 那君斯坦丁大帝为什么要选择让基督教做国教呢?这个跟罗马帝国的发展历史有关。 所以我要把线拉回去讲一讲罗马帝国的发展历史。 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是公元前后从共和国变成了罗马帝国。 它的首任国军叫奥乌斯都·沃大维。 但是奥乌斯都·沃大维当然是个权柄柄在世,非常厉害。 但它后来的继承者就不咋理了,因为这个君主专制嘛。 君主专制的国运跟君主的人力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每过几十年就有一个著名的宝君叫黎露。 黎露这个人在历史上臭名昭著, 他就相当于我们中国历史中的隋煜利上座王一样的名声。 这个人吃喝宛热,烧烧饮乐,他什么都干。 所以黎露名声很差。 他喜欢杀戮,他曾经把数十万基督徒钉死在十字架上。 从罗马到耶路撒冷,满街,沿路都是十字架。 这个故事我们在很多传教故事中都有。 基督徒数十万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整个罗马帝国从公元一世纪开始, 它就是处于一个混乱的时期。 混乱了多少年?混乱了将近一百年。 但是罗马帝国混乱了这一百年, 正好是基督教初步传播的这一百年。 所以基督教在才开始传播的时候, 它主要是传播在希腊化地区。 它首先是希腊化的一个成名。 所以我在这里我有一个新的学术观点提出来, 这个学术观点很多人没有提出来, 这是我自己思考到的。 就是犹太教后来能够产生基督教, 它有两个催化剂。 一个催化剂是希腊化, 就是公元三世纪的亚里坦那远征, 是以色列地区希腊化。 其实以色列地区一直受希腊的影响, 因为你看看地图它离得那么近, 但是它被完全征服, 小亚和两俄完全被马其顿征服, 被希腊帝国征服, 波斯帝国强权完全被摧毁。 那么只有在马其顿帝国后期才会实现。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希腊化,也就是黄金时期, 催化了犹太教,产生基督教。 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公元前后, 罗马帝国的兴起, 它取代了希腊化帝国。 罗马帝国的兴起, 罗马的君主专制的统治, 又使基督教产生了第二个催化剂。 所以我认为在这里面, 犹太教产生基督教, 它是有历史因素的。 两个因素分别是, 一个是希腊化, 还有一个是罗马帝国的兴起。 这两个因素促进了公元产生的基督教。 因为公元前后嘛。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讲迫害犹太教的, 迫害基督徒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残酷的。 可以想象到就像二十世纪这个希腊杀犹太人, 有点像,沉冰沉冰地被杀害。 但是这个信仰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你被压迫得越厉害, 他的反弹,他的弹性也就越大, 所以圣保罗、圣彼得随后都殉教。 我们去看今天的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 他的地下宫殿, 他是用基督徒殉教的头盖骨做的地基。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基督教能发展到今天殉教的人, 他确实是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我觉得这个宗教给人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确实是用他的生命来证明上帝是正确。 所以我觉得这个给别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佛教跟基督徒殉教完全是相反的方向。 一个是提倡杀戮,一个是提倡消极。 而基督教是献出自己的生命为了光明, 为了正义。 因为我时间不长,我不能剖开讲,我们再回来。 后来公元一世纪的混乱期过了之后, 就出现了公元二世纪的稳定期。 罗马帝国的历史很有意思, 公元一世纪一百年是混乱, 公元二世纪一百年又是稳定期。 这一百年之中又出现了五个皇帝。 这五个皇帝叫五贤帝, 这五贤帝很有名,我把名字报一下。 这五贤帝叫利尔瓦, 图拉针、哈德良、安东尼匹护和马可、奥里流。 这个利尔瓦在位时间很短, 只有两三年,这个不谈了, 他开篇了一个,他结束了混乱期。 但是这个图拉针很有名, 图拉针曾埃及嘛, 把那个坊间他带回罗马嘛,曾埃及。 图拉针把埃及第一次摆平。 这个哈德良就更不得了了,远征大不利劫, 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交界处留下了哈德良长城, 就是以他命名的,远征大不利劫。 安东尼匹护是一个结束的军事家, 征服小鸭。 那么马可·奥里流,这个人更不得了, 这是罗马帝国皇帝中的哲学家。 他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 他是一个哲学家的皇帝。 他写了一本陈思路,写了一本哲学著作。 所以这五个皇帝先后, 我们发现他不是父子关系。 所以罗马帝国的皇帝很有意思。 他是指定继承能制度, 在前面讲过了, 他不是抵挡制继承能制度, 跟东方专制是有区别的。 东方专制里面有个伦理在里面, 就是孔秋这一套, 他是最恶心的。 所以我花很多力气反孔秋, 孔秋的精子决定一切, 这个东西是太恶心了。 咱们不谈这个, 抛一下今天谈这个罗马帝国。 这个马可·奥利流去世之前, 他想把他的皇位传为一个由决出军事能力的将领, 但是那个将领没有同意。 我们看过有个片子, 叫《角斗士》讲这个故事。 结果马可·奥利流这个位置就给他儿子叫康茂德, 这个康茂德就跟李禄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康茂德就开辟了混乱了三世纪。 所以罗马帝国很有意思, 公元一世纪混乱了, 二世纪五贤地稳定一百年, 三世纪又混乱了, 三世纪又混乱了一百年, 一直到三世纪晚期出现了一个非常比较会掌握权力的人, 这个人叫戴克·李仙。 戴克·李仙发明了一个制度, 他第一个是吸取了波斯帝国, 吸取了东方专制帝国的这个皇帝, 加强皇帝中央集权, 就像中国的这个秦自王和汉武帝一样。 他把形成的种族的权力收回,兵权收回。 然后他觉得帝国太大了, 这么难管你,怎么办? 咱们把它分了。 所以戴克·李仙把帝国一分为四, 他设立了四个皇帝, 两个正皇帝。 正皇帝叫什么呢?叫奥古斯都, 父皇帝叫什么呢? 父皇帝叫凯撒。 因为奥古斯都跟凯撒都是人啊, 都是罗马帝国的开护皇帝, 他们俩本身是亲戚关系, 这个故事我就不展开了。 所以戴克·李仙认为这样做就好一点了, 但问题是他确实为后面的东西罗马帝国分裂, 埋下了一个符笔, 后面又出现了一个东罗马帝国, 就是后来的大战帝国。 这个就是后面的事情了。 但戴克·李仙这个稳定期也没有持续太久, 他没想到的是这四个皇帝之间也会打, 是不是? 你是别人总督不会打的, 地区派乱没有了, 这四个皇帝他们也要争个老大, 一座麻将不能四个人全赢, 对不对? 所以一直打了几十年, 一直没有稳定啊, 打到公元四世纪初期出现一个了不起的人, 这个人是谁? 大家已经想到, 我前面提了很多次N多遍的君丝坦丁大帝。 所以这个君丝坦丁大帝呢, 他本身是一个父皇帝的儿子, 他的父亲叫君丝坦丁斯, 他家家族都叫君丝坦丁的, 这个我不展开了。 所以这个君丝坦丁就是打仗, 打仗他也很能大仗, 确实很能大仗, 骂他往里嘛, 有的赢有的输。 他在一次重要的战役的时候, 他做梦, 梦到了耶稣拿着十字架给他祝福, 他觉得这个战客人能赢了。 果然第二天大劫, 完全全坚对手, 取得大胜。 所以他非常开心, 他觉得这个真的是基督在祝福我。 所以这个时候君丝坦丁就觉得这个基督教我们可以把它做为一个什么新的东西来了。 当然这个其中有一个过程, 我往这边跟大家来说一下。 从公元四世纪开始, 基督徒的数量在不断增加, 罗马帝国境内信奉基督教的人数达六百万。 我们知道罗马帝国的总人数, 顶盛世纪总人数是多少? 一千五百万。 六百万。 将近一半。 一半是基督徒。 很多贵族都是基督徒。 那么罗马帝国呢, 看到这种情况你不能再镇压, 再镇压也没有意义了, 法国自重似的。 改变以前的统治者对基督教的压制态度, 而是力图扶持振兴基督教。 这个加利利乌斯皇帝就是君丝坦丁前面的, 在公元三百一十一年宣布基督徒可以修建自己的教堂, 可以发展自己的教堂, 就是可以让它合法化的。 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我们后面讲的, 312年, 君丝坦丁打敌。 君丝坦丁在打赢内战之后, 把其他的三个皇帝消灭之后, 自己成为罗马唯一的皇帝之后, 他做了两件大使。 第一件大使, 312年在米兰开了一个会, 这个会叫米兰招令, 也叫米兰色令。 什么意思? 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合法宗教, 并且是国家。 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把周日作为基督教的礼拜日, 所有基督徒都可以去礼拜了。 就发到合法化, 但合法化, 他还政府大力扶持。 这还不算。 君丝坦丁, 他也是第一个受洗的罗马帝国的皇帝。 不过, 他没有当时受洗, 他一直到他去世之前才受洗。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说法是, 因为他一生挣扎, 杀人无数。 死前受洗, 可以消除他的罪孽, 他可以去升天堂。 并且, 他在法律上第一次承认基督教会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 这个法律这样不好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后来就是基督教的社会了, 对不起啊, 基督教的社会了。 后来整个教会拥有大量的财产, 拥有田产, 很多无敌的农民就成为教会的殿农了。 所以教会在中世纪说实话, 它变成一个政教合一的社会, 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 这个症状一直到中教改革才把它流转过来。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啊, 这个讲中教改革已经是这个系列快要结束的时候了。 我们现在才开始。 所以这个就提到这里啊, 那么他不但本人成为这个基督徒, 而且他的妻子也成为基督徒, 他的母亲也成为基督徒, 所以他的信仰影响非常重要, 最后他的继承人也是基督徒, 他的继承人之中后来只有一个不是基督徒。 这个基督徒坦徒除了做这个事情以外, 他还做了一件大事。 他在黑海的海峡的这个咽喉口, 我前面讲过了, 建成,建成成啊, 他叫什么? 君师坦徒嘛, 所以那个叫什么?君师坦徒宝。 后来他又决定怎么样? 迁都。 为什么? 我现在把这个罗马给你们, 给谁啊? 给基督教。 罗马后来是基督教的这个塑料中心了, 我们行政中心怎么样? 迁到君师坦陵去。 实际上当时也有这种考虑是什么? 因为东方比这个西方要富很多, 为什么? 当时西欧啊, 像这个法国、德国都是森林、都是高原啊, 没人啊, 都是蛮族啊, 日耳曼人、凯尔特人都是蛮族啊, 都依不遮体的。 他的文明开发程度比东边, 比小亚要低很多。 因为小亚已经被开发了, 当时公元后三世纪, 公元后四世纪, 小亚已经开发了三千多年。 因为苏美尔人公元前三千年, 公元前四千年就在那边开发了。 所以那边的附属, 粮食产量充足, 迁都。 但咱过去了, 以后我们后面的故事就知道了。 后来西罗跟东罗在四世纪又开始分裂了。 分裂之后,西罗并别,东罗留下。 东罗留下来之后, 因为他的首都大战亭, 所以叫大战亭帝国, 史称第二罗马。 有没有第三罗马呢? 有。 有没有第四罗马呢? 有。 这个后面再说。 咱们这边先说回来。 在军斯坦丁这个统治时期, 凡是信奉基督教的基督徒, 都可以晋升为国家的公务人员, 可以做完。 就跟中国的录取考试一样。 那他的录事不是像我们要考试, 他只要信仰基督教就可以做完。 这也是大力加强了欧洲的基督教法。 当然他传播到这个边缘地区, 还需要很多时间。 这个后面再讲。 那么, 军斯坦丁之后的皇帝, 比如尤维安, 瓦仁廷安一世, 都是基督徒。 好像只有一个人不是基督徒。 就是他后面, 罗马帝国最后, 这个军斯坦丁之后的皇帝, 只有一个。 这个人叫什么? 我看一下。 叫尤维安。 那么, 基督教被确认为, 罗马国教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 不是像才开始有人说的一样, 基督教会走向率亡, 反而是越打越强盛。 后来到了四世纪晚期, 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哲学一样, 帝国到最后也是叫什么这样的, 因为他这个国家已经存在很长世纪了, 帝国形态存在几代年已经是奇迹了。 这个人是公元五世纪的神学家, 圣奥古斯丁。 他讲了一句著名的话, 不管罗马帝国发生什么事, 存在不存在, 毁灭还是不毁灭, 西都教都仍实习下去。 二十世纪俄罗斯著名的文学家, 古拉格群老作者, 被称为俄罗斯良心的抓人力情, 也讲过一句类似的话。 除了上帝, 没有东西是不朽的, 包括俄罗斯。 所以这两句话是遥相相对的。 我为什么要提到俄罗斯呢? 因为俄罗斯人认为他是第四罗马。 好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话再说回去。 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这次基督教成为一个正式的宗教之后, 它开始发挥它的影响力。 在西罗灭亡之后, 它接管了欧洲的社会, 避免被蛮族的杀戮政策, 被蛮族之间的自语接管。 基督教很好地起到了一个政府的作用。 前两年我推特上看到, 人不媚牧师讲的, 基督教是起到一个临时政府的作用, 在这个战乱期间。 我是非常赞同他的看法的。 因为欧洲一千五百年, 它没有世俗政府, 它就是与基督教社会接管的。 虽然局限于当时的生产力, 但是欧洲还真的没出现过大规模的激化。 虽然有瘟疫, 这当时的医疗条件决定了。 不像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还有二十四千万人。 这个是欧洲是没有的。 教会不会和我看死, 能被饿死的。 这个不一样, 人家信仰上帝。 那么这个就是我今天主要跟大家讲的主概念。 后面跟大家再来补充一下, 再补充一下。 公元前四年, 耶稣诞生于耶路撒冷的一个木匠家庭。 他父亲叫约翰, 他母亲叫玛尼亚, 他母亲叫玛尼亚。 据说这两个人没有同王, 因为耶稣上帝的儿子, 圣经故事。 耶稣有没有这个人, 跟那个先知穆罕默德一样, 是有这个人。 这个是事实, 历史上是有这个人。 从耶稣殉教到公元312年, 徐斯坦丁宣布, 罗马立基督教为国教。 基督徒用了三百年的时间, 付出了几十万人殉教的代价。 当西罗马帝国行僵旧墓的时候, 圣奥古斯丁说了这样一句话, 没有东西是不朽的, 除了上帝, 信仰是永恒的。 这个话太重了, 可以看出, 因为圣奥古斯丁是基督教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哲理。 他除了讲这个以外, 他还写了两本书, 一个叫《上帝之神》, 那讲的是罗马。 罗马为什么是上帝之神? 它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是罗马帝国, 它是一个帝国的象征。 第二个是罗马是什么? 后来罗马教主, 又是宗教,又是信仰的存心。 上帝之神指的就是罗马。 第二本书是《论自由的意志》。 这本书为后来这个近代社会革命非常重要。 它的言论自由啊, 它的哲学东西啊。 因为圣奥古斯丁是个神学家, 它很多东西为后面的哲学家, 等于铺平道路。 它为后面的政治哲学发展指明的方向。 后来我们认为的天赋人权, 这个话其实是我们可以这样讲的, 是神赋人权。 因为世俗的君主,世俗的权力, 它是不允许你拥有这种权力。 为什么?你可以被压迫,可以被统治。 因为共产党怎么可能给你言论自由,给你能权呢? 所以这个人权是天赋人权,也就是神赋人权。 这个人权又是什么权呢? 我自己讲得很清楚, 能权不是人权,是神权。 自由言论、自由发言、自由办报、自由结设, 这是神权。 它是源于这个教会系统, 它是源于宗教。 这个教会系统不是从天而降的, 是基督徒花了几十万人, 用了三百年训闹得来的。 它有个发展过程。 所以当西罗崩溃之后, 这个源于中东的一神教, 不可避免地承担了西欧社会转型中的精神家园的重要责任。 这一次余韵一千五百年, 这个不好弄, 我们想想看, 至少说一千年, 从公元五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 这一千年是基督教社会, 并因此确立了一千年的基督教社会的价值次序。 这个价值次序为后面的四个革命, 我这边重复一下啊。 其他的节目中看不到, 这是我个人揣摩出来的四个革命。 哲学革命, 十七世纪康德, 休默, 约翰·洛克, 哲学革命, 科学革命, 十七世纪牛顿, 社会革命, 和文化和艺术革命, 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 这个是现代社会转型的动力啊, 这四个基督扫不了的。 社会革命, 科学革命, 哲学革命, 和文化和艺术革命, 就是他的价值观革命。 这些东西是我们东方社会没有的, 东方社会没有经过这么长的一个基督教社会, 也没有东方社会, 除了君主战治以外, 它基本上没有其他的社会形态, 它是一个单一的极权社会, 走到现在。 所以现在, 你说中国人是单一单调的都是这样的, 中国人是被严重统治化的。 我现在人在荷兰, 我们这边中学生下午三点放学, 小学生两点放学, 他们回家就是玩了。 他不是所有人都要考大学的, 只有那些智商最好的人, 数学最好的人去读大学, 读工程师, 其他人可以选择你的职业去做。 因为这边的职业难领功能收入也很高的, 修汽车的比我们当老师工资高啊, 人压一小时十五欧元, 我这个一小时十欧元啊。 人家没有这个所谓的统一的教育。 你看看这个现在大陆的共产党, 共产党它的教育的核心就是把所有的能教权抹掉。 同志化, 一元化同志化。 这个我在研究科学制度的时候就讲过了, 我曾经在苏州中学研究校史的时候就说过, 中国教育、共产党教育的两个结果就是同志化、一元化。 去个性化。 虽然世俗王权和教会神权此消彼长的二元社会始终贯穿欧洲中世纪, 长达一千年。 但是基督教的最后胜利接过了古典理性主义。 这个我要把它展开一下。 基督教好像把古典理性主义给埋没了。 好像大家好像觉得古希腊时代好像很风光, 古希腊理性哲学好像不错, 但古希腊理性哲学其实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没了。 古希腊在亚里山那希腊化之后它就没了。 古希腊已经完全失去了它的火力了。 为什么? 它被并露到罗马帝国的统一版图。 它从马其顿帝国统一开始, 分散出现思想文化的高峰期, 包括中国的朱子百牙都这样去统一之后什么都没了。 就没了。 到罗马帝国建立的时候已经公元一世纪了, 李马其顿远征已经是三百多年过去的。 它早就有希腊,早就失去实力了,失去活力了。 这个理性主义它还被保留了下来。 当时的亚历山那图书馆, 它首先在被汪达尔征服之前,被烧之前, 很多的中东人被阿拉伯人把好的东西全部吸取过去。 所以穆斯林、伊斯兰文明对人类历史是有贡献。 他们做了一次二传。 他们把古典哲学、古典艺术翻译成阿拉伯文。 到了中世纪后期、到了文艺复兴之前, 再被这些欧洲的哲学家翻译过去。 那么我认为讲到的古典理性主义和基督教结合, 这个一直到公元十三世纪才完成, 也就是到文艺复兴之前。 这个人就是文艺复兴的一个指导者了。 这个人就是托马斯·阿奎娜。 他在哲学史和神学史上都是相当有名的一个人。 他在西方是被封圣的。 他的地位跟圣彼得,耶稣比不上的。 他跟圣彼得、圣约翰是同样一个级别的。 他封圣的。 他的头像后面是有光的。封圣的。 就是托马斯·阿奎娜。 这个人家族是赫赫有名的佛罗仁萨美帝西家族。 他的家族里面出现过两个皇帝,一个教皇。 神是罗马帝国的皇帝、皇室。 他的唐帝是教皇。但他这个人这辈子做了一件事。 他写了一本书叫《本性法》。 这本书对中国人太重要。 《本性法》。 他这本书的评价是把古典理性主义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家几种融合为。 你看到这个东西就知道这个书不好写。 因为他讲的全是那种终极的问题。 就是人的这个权力怎么来,他怎么解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这个书写出来一百年之后我已复兴。 弗罗仁萨吗?意大利吗? 所以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神学家他本身就是大哲学家。 本身就是哲学家。而其他的社会是没有的。 包括伊斯兰教我上次说过了。 伊斯兰教上一个哲学家已经是一千年以前的事情。 你说东方专制社会,中国哲学家追溯到什么王阳宁, 什么朱熹都不算啊,炒炒冷饭啊,追溯到朱子百家两千多年前的事情。 所以你看看这个东西,差距有多大。 包括像约翰·洛克、像康德他本身也是神学家、兼手学家。 像刘顿他本身也是神学家。 你不信你去围记看一看刘顿是读的什么?神学院。 读的神学院,人家神学院。 这个讲的都实话。 为什么?现代大学他不是从地面上苹果而生的。 现在大学是从教会里面发展出来了。 不同意是吧?你自己去查一查。 现代大学都是教会系统出来的。科学革命产生于基督教。我再强调一遍。 好了,这个就是我要讲的。 军斯坦丁312年颁布了米兰设定,没完。 313年军斯坦丁不但是让基督教成为国家,他还赦免了帝国内所有的文章。你们所有的文章全合法。 所以这个军斯坦丁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人。他不但打仗是一扭的,他的宗教宽容政策也是非常厉害的。 而且你看他的战略眼光,他修了一个军斯坦丁堡,他这个城一直坚守。军斯坦丁非常重要的城,他坚守文明一直坚守到15世纪,一直坚守到欧洲西欧人大航海前夕。他把这个活种留下去了。 军斯坦丁除了做这个事情之外,他还设立了很多东西,他规定他用权力来干涉这个基督教的分割。 这个在以后是办不到,因为当时罗马还是帝国,军斯坦丁大帝还是一人说说上的君主皇帝,可以去影响宗教,后来就影响不到了。 在后来的故事中,神是罗马帝国皇帝,始终被罗马教皇押着,始终是这样。 我不给你加冕,你这个皇帝是没有合法性的。从查理大帝到奥托伊士到拿破仁,教皇都要加冕,你才有合法性。 为什么?军权神兽。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权力要有神权的加持。 中国皇帝有吗?没有。中国皇帝是伸出来的。 所以,孔子的这套伦理是最阴暗的东西。我始终抢了孔子的这套伦理,就能把这个人变成一个动物世界了。 军斯坦丁大帝清定了帝国的四个地区为大主教辖区。他们分别是罗马,罗马是帝国首都,非常重要。 然后是耶路撒人,耶路撒人是耶稣诞生的地方,已经圣城了。还有亚里撒纳,马其顿亚里撒纳自己命名的。亚里撒纳港,埃及和安调克。 安调克在现在小亚。由于罗马同时还是帝国的首都和圣彼得殉教之地,后来基督教世界的中心就变成了罗马。 罗马是教皇的经济地区,也是今天的教皇国范利刚的篮历。据说是军斯坦丁把这块首都旁边的地方割给了基督教。 就是我们这块给你,你设立你们基督教会的首都,你们宗教系统的经济地区。这是他亲自封的。 从此之后,罗马就开始成为欧洲的不但是政治中心,而且也是精神中心,信仰中心。 后来政治中心转移了,移到伊斯坦布哈尔。 到了公元15世纪,传教士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开始宗教改革。到这个期间,天主教整整一千年,统治着欧洲。 实际上,这一千年,基督教是一直不断地在改变他的教会结构,寻找一种更好的管理和融入社会的方式,以便引领人类达到精神世界的彼岸。 当然,他们自己的教会系统,由于说实话伟大不掉,它自己成为西欧社会的唯一权力的存在,它本身也出现了服务案。 这就是后面宗教改革的起因了,今天不讲了。而在东边和希腊化融合和希腊文化和希腊地区融合,产生了东正教。 而东正教影响了后来的俄罗斯。这个都是后面的故事,我就不讲了。今天解个尾。 正式建立了这种古代希腊和罗马古典文明和东方一神教信仰的基础上的新型社会的形成,为欧洲中世纪历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并且孕育了现代近代的四大革命。 我这个前面跟大家说过了。无论如何,这种形式的文化融合是否具有普遍性、普世性。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在东方社会实现?能不能在其他社会实现? 我的答案是,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在推特上写了很多次。没有一个佛教社会,没有一个穆斯林社会主动转型成民主宪政国家。 包括被美帝用枪压着的缅甸、被美帝用枪压着的土耳其、萨特,没有一个例外。还包括前辈殖民过的南非,没有一个例外。全部退回去。 全部退回去。没有基督教对社会的彻底改造,想建立现代文明、现代艺术、现代科学,那是空中融合。 这就是我今天的答案。基督教的社会的形成和传播,它结果用一个时间的梯度,一千年之后产生了近代文明。 在经过四大革命产生了现代西方文明。它里面孕育着的,除了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还有比它更重要的普世价值。它是基于基督教社会的价值秩序之上的。 好,我今天的讲话,这个时间比较长,我之前带我招呼,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收看,我是潘若,欢迎收看下期的节目。先预告一下,下期我将要讲西罗的崩溃和东罗的崛起。 请看下集,拜占庭异国。再见。 对不起。 下面说明, cur你有没有没有电街,卷现了解擬。 谢谢观看